他自己也得住 我说你在谁在租房子里 他说租的房子哪有酒店舒服 我们公司鬼 我不好意思了 晚上12点的迪士尼 木马都不旋转了 但牛马还在旋转呀 我朋友失恋了 我在那 我说句难听的啊 你呀就是太善良了 你就让他感觉 这难听的都这么好听 那好听的得啥样呀 那段时间也不偷了 还会监督不让别人偷 你别说偷水了 老板喝水我都心疼 我说你这干啥了呀 就这么渴 是因为公司没有流水 把你渴成这样的吗 我还在那里跳舌舞 真的跳舌舞 我跳舌舞就是一个扭曲呀 我都跳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有毒 是第一集 范贤还死了 大家真的担心了 说第二集 范贤不会变成徐志诚 走出来了吧 帅一下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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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吧 朋友们 投票吧 这个就是我这一集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整体概括 就是马斯前提 你知道吗 哎 投票 为什么我敢接在漫台兄弟后边真的 因为他们这种场子只能用名气应接 你知道 很开心很开心 一个著名的猜耳带 你知道吗 这种我俩真的挺好的 我第一次吃榴莲 就是跟他 我当时路过一个水果摊 我就跟他说 我说哥 我还没吃过榴莲了 他就给我买了一份 然后我吃了一口 我说不行 这个榴莲坏了 他都急了 他说你就是野猪吃不了锡钢 它就这个味儿 然后我又吃了一口 我说还是不行 然后他就自己吃了一口 说啊 这个确实坏了 我俩真的特别好的朋友 特别好的朋友 直到他在行业最低谷的时候 非得拉着我合作一个俱乐部 非得开一个脱口修俱乐部 跟我说名字都想好了 叫开花 我说为啥呀 他说这样才能结出硕果呀 我今天最后悔的一个事 就是跟他合作 开了这么一个俱乐部 跟一个富二代 创业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们这个俱乐部 开业的第一天的 最大的一笔开销 是他自己 给自己发了一笔工资 还跟我说 这是至少 怪不得大家都想创业 这挣钱是快 我说你这都不是挣钱 你这就叫套现 真的 他作为一个老板 他其实少干点活 就挺好 干什么非得亲力亲为 我们第一场演出 要写公众号推送 他非得亲自写 一个脱口修演出 从三国开始写起 写了一万多字 我最后我都急了 我说你写了一万多字 都没把公票链接放进去呀 他说至少你就是图 你点击一下那个图片试试呢 我就点了一下那个图片 图片就放大了 而且最可怕的是 我看那个演出海报 演出海报 在同一时间 同一批演员 要在两个城市上演节目 我说这当上老板 怎么先学会 把一个人当两个人用了 然后好容易开票了嘛 好容易开票了 我还问他 我说他那个票卖得怎么样 他说还行 开票五分钟 亏了五千 我说这是咋做到了呢 他说他不小心 把一百八的票 跟四百八的票开反了 前去一百八 后去四百八 观众以为我们 从后面往前沿 这个拘捕了木 开了三个月 给我说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说坏消息就是 第一个月就亏了十二万 好消息是 剩下两个月 只亏了三万 关键是这个时候 给我提出来要分红 我是亏成这样 咱分啥呀 他说就是分一下 这些亏损 谁来补齐 我说行 那你说咋分 他说你红 你多分点 真的 但演员们去那儿 还挺开心的 演员们去那儿 还挺开心的 因为他真的带着大家 住那种还挺好的酒店 然后吃大龙虾 朋友们回来都给我夸 说块儿给这买买 做的是真仗义呀 你知道吗 他住大酒店 朋友们住就住了 他自己也得住 我说你那谁在住房子呢 他说住的房子 哪有酒店舒服呀 我们共心唯一 我不好意思了 知道是谁在替你们负重前行了吧 唯一挣钱的一场演出 就是我去演了一次 真的挣钱了 真的挣钱了 就那一次他想起来空之城卖了 我住的他住的房子呢 而且不光在这儿 他还自己给我说找了一个便宜的卖票系统 说手续费特别低 我真的我还挺开心的 直到他告诉我 同一个座位卖了四百多张票 我都急了 我说这印度也不敢这么卖呀 但是他这个时候还是给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是还有四百多个中文没卖出去 然后当时就得打电话给观众道歉 他跟我说这事为了表示歉意 表示这个真诚 这个电话你亲自打 真的那一下午 我在那啥也没干 就在那打电话消城你知道吗 消一城一城还有一城 我就感觉我在那玩了一下午羊了个羊 本来真的说个丢人的事 说个丢人的事 我俩当时就是决定办这个俱乐部的时候 还彼此承诺在那里说 咱们无论挣多少钱 都不能影响咱们兄弟们的感情 真的办了之后才知道 只有挣钱才会影响感情 就我们现在俱乐部这个经营状况呀 我跟块哥一辈子的好兄弟呀 咱们在这儿 来 谢谢大家 我是这儿 刚刚K的说喊我去自驾 我都疯了 还指望我开车 我红绿色盲呀朋友们 我走路都费劲呀 开心 聊聊开心朋友们 开心真的很开心 我发现我对开心这个事 就特别有天赋 因为我本身就长了一张笑脸 你知道吗 就眼睛和眉毛都往上扬 就经常就我什么也没干 但就是会给人一种 得意忘形的感觉 你知道吗 真的就有时候我哭起来 表情都跟笑似的 我小学真的有时候没考好 低头站在那哭呢 我爸都生气了 说还有脸笑呢 所以我哭的时候 必须让大家看见我的眼泪 我从来不敢什么 45度仰望天空 那眼泪就落不下来 大家以为我在仰天大笑 而且真的 我特别喜欢开心 是因为开心能特别快地 转移大家的情绪 那么前一段时间 我录节目 磕到头了 然后医生在那摸着我的头发 给我检查的时候吓坏了 说你这磕哪了呀 磕得这么硬 我说医生 你摸到我假发片了 然后就没人关心我咋样了 都在关心我的假发片 到底长啥样 就好像现在你们一样 也没人关心我说啥了 心里想的都是 今天带没带呀 没带 这点头发还带了 还有头发吗 但是我发现 但是我确实发现 大家最近确实越来越难开心了 因为我问过好多朋友 我说怎么才能开心 怎么才能开心 大家答案都很一致 不上班就会开心 真的我就发现 上班真的很难开心 我一个朋友 在迪士尼上班 当程序员 那么我刚开始 听到迪士尼程序员的时候 我以为是迪士尼 新推出来的玩偶 他真的就是 后来我知道 是真的就在迪士尼 那个园区里工作 就在那写代码 就有什么是比苦中作乐 更惨的 乐中作苦 真的就是 在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工作 仍然没有爱 他前两天 送了我两个零纳贝尔 用黑色垃圾袋装来的 我都急了 我说这可是零纳贝尔呀 他说对 但他对我来说 最多算同事 而且真的 他们也要加班 晚上12点的迪士尼 木马都不旋转了 但牛马还在旋转呀 这套痛苦了 这大家要知道 旋转牛马 真的很难快乐呀 而且明明是加班 在迪士尼加班 就显得特别悲催 这个真的 我后来想明白了 这个在语文上 咱们学过 叫乐景趁爱情 现在也叫 你的快乐打扰到我了 而且很多人还羡慕 我们在喜剧公司上班 应该说应该有很快乐 应该有很多梗 不是 也没那么快乐 我们的保安大爷 就特别不快乐 因为我们天天在公司 熬夜斜岗 大爷也没法睡 我们公司大爷 现在都得三半倒了 是我们离职率最高的一个岗位 我们写稿现在太废大爷了 平均每百篇稿 废6.2个大爷 现在节目播出 大爷看我们的稿都急 你知道吗 说这就是天天熬夜 写出来的玩意 真的观众见了我们 都是什么好玩好笑 大爷见了我们 就是好烦 好笨 好困呀 大爷一看我们 去公司就上头 但我们不上头 因为我们喝的是 国民白酒 老村长 来自北纬45度 酿酒原粮 黄金粽子蛋 真正纯粮酒 好喝不上头 灵感马上有 真的 乐景称爱情 就显得特别悲惨 但是我发现 爱景称乐情就挺好 真的我上一轮就没表现好 我就在网上看那些差评 什么自胜参加综艺太多 不好笑了 自胜不接地气不好笑 本来还挺难受的 直到看到一条 自胜变帅就不好笑了 一码开心起来了 我说怎么都是差评 这个差评 就能插到我心坎里呢 好吧 反正最后就希望大家快快乐乐 开开心心 乐景称乐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是顾盛 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前一段时间真的太夸张了 有人开始找我录情商课 叫徐志胜教你高情商 我说我就赶紧拒绝了 我说我这情商哪能教别人呀 我自己都不够用 他说志胜 你刚刚这句话 情商就非常高 我学到了 主要是我真的没觉得自己高情商 真的不是谦虚朋友们 有时候我看观众夸我 我都不好意思 明明是那个话 我没接住 在那沉默了 观众评价说 自身的情商震耳欲聋 而且现在这个高情商 真的传出去了 认识的新朋友们 对我的期待都特别高 有时候见面说了两句话 没话聊了 他就在那说 哎呀 你这情商也没网上看得那么高啊 我说是 你的情商也没网上看得那么高 现在还有人会找我来提供情绪价值 但是呢 大家又都知道 我爱传八卦 所以朋友们过来就是说 自身呀 我好难受 你能给我点情绪价值吗 我说啊 发生啥了 他说那你不用管 真的我现在给情绪价值 就属于芒给 我现在就可以算命 不给我八字一样 我就在那拆 我说 你事业遇到问题 也不要灰心 他说事业还行 我说即使爱情没那么顺利 他说爱情也没问题 最后逼得我没办法 我说 你看啊 无论发生了什么 你至少爱情事业双丰收呀 然后他就说 他好多了 我说那你现在赶紧跟我说说 到底发生啥了吧 真的 其实这样挺好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 朋友就说 为什么总有人想教我做事 但是朋友们 你别告诉他啥事就行了 你想教我做事 但我没事 因为现在大家很多时候想听的真的不是道理 大家就想先听两句好听的 讲道理 那叫上架子 不讲道理 才叫情绪架子 经常大家会什么 就是你经常越难受 旁边就有个人在那 我说句难听的 真的 我也经常说 我说句难听的 但我后边从来不接难听的话 我就说好听的 我朋友失恋了 我在那 我说句难听的 你呀 就是太善良了 你就让他感觉 这难听的 都这么好听 那好听的 得啥样呀 真的 而且我真的不是那种 传统意义上 能安慰人的那种 我嗓门太大了 就是别人都是那种春风话雨 我是春雷 那么有时候我说完 我说句难听的 人家说难听的 你就小点声吧 真的嗓门太大了 有一次打车 跟司机在那聊天 越聊越开心 最后系统都开始提示我了 说检测到 您正在和人吵架 是不是需要帮您报警 我说这警察来了 怎么说 抓过酒驾 醉驾 第一次抓人吵架 我在台上的声音也很大 李旦评价 我这种脱口油风格叫 大叫驴脱口秀 结果上车收了 给我评价说 许志胜是脱口秀 大叫驴 我说大叫驴脱口秀 和脱口秀大叫驴 还是不一样的吧 前面那个是在形容 我的艺术风格 后面那个是在剥夺 我做人的资格 而且我被说高情商之后 我就经常需要干一件事 叫表演高情商 就现在只要有人把天撩死了 那个人就会看向我 而且还有人去干什么 现在干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去网上找那种情商题 让我做 就经常是什么 有五个老板 四个杯子 你该如何高情商回应 我说你该去找个杯子呀 这 这什么公司 老板比杯子还多 真的就天天在那里考我 现在网上的情商题 我基本上快全做完了 我现在感觉自己情商越来越高 就是刷题刷的 本来大家真的 说我高情商我挺开心 但我现在发现不一样了 我感觉自己给自己嫁住了 我现在要求自己 必须出口成商 就是我前两天去吃水饺 老板过上水饺之后 说了句说 来给你高情商 那本来挺开心的 结果低头一吃饺子 饺子没熟 我说这是怎么考验我呢 但是我又没法直接 给他说饺子没熟 我就在那必须想一个高情商 我就给老板说 老板 这个饺子我还是不习惯 七分熟 咱这里有没有那种 像我一样容易自来熟的饺子呀 我现在真的感觉 就现在我每一个问题 答案都必须是高情商的 现在好多人问我说这场比赛想不想赢 我的回答肯定是 我说比赛赢不赢不重要 给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的演出才重要 对吧 但是你内心永远会有一个声音 只有我赢的比赛才是精彩的比赛 真的我现在真的挺害怕的 挺害怕的 我有时候要维持这个高情商 就不能说太多 你又不能不说 就我很担心自己进入到情商的那种最高境界 言之无误 就那种说了仿佛没说 就像那种来了但没来如来 说了但没说如说 就如果你们花钱报了我的情商课 就你也不吃亏 花了但没花如花 我把讲这里给大家 哈喽大家好我是赐胜 谢谢谢谢 很多朋友经常会问我 说赐胜你怎么研究生毕业之后 就这么坚决的就选择了脱口秀呀 我说就是因为当时没找到工作呀 但凡找到工作都动摇了 因为直接选择脱口秀这件事 对一个山东人来说不简单 尤其是我爸又是那种特别传统的山东人 我上完春晚回家 我爸都特别不开心 说你们那个圆桌 你为什么坐在了付配的位置上 我爸就特别希望我能考公务员 过那种很稳定的生活 我都感觉我爸都已经不理性了 就有一次上大学的时候 我跟我爸在家里看新闻 就说有一个贪官 因贪污2.5亿 被判入狱30年 我爸看完特别激动 他说你看这什么工作 30年能挣2.5亿 我说爸你是这么理解这句话 这是什么 那你是不是认为 他这30年过得很稳定 这怎么稳定险中求呀 我说爸他是入狱 不是入职 他的后半生就完了呀 然后我就选择了这种不稳定的生活 但是我也没想到 他这么不稳定 他不稳定到有一段时间 我们公司只有我一个人在挣钱呀 就打工 打出一种创业的感觉 就睁睁睁眼好几百口 的人等着我吃饭呢 就那段时间脑子经常会想起 老板经常说的那句话 就你不要想着公司能为你做什么 你要多想想你能为公司做什么 但我也没想到是要做全部呀 就这老板还在那给我画饼了 说至少你就好好干嘛 你要相信公司在年终奖上会给你有所体现呢 我都急了 我说那也是我自己挣的呀 这怎么着 急我的奶给我喝 我都坐下点了 真的你对公司的付出越多你知道吗 你别着急后边还有更炸的了 真的就是你对公司付出越多 你就感觉我那段时间就没那么爱过这个公司 以前我还会从公司吐水回家 就那段时间也不吐了 还会监督不让别人吐 你别说吐水了 老板喝水我都心疼 我说你这干啥了呀 就这么渴 是因为公司没有流水 把你渴成这样的吗 那段时间 你在公司的地位也不一样了 我那段时间在公司就没拍过马屁 因为我拍啥都像在讽刺老板 我说老板呀 咱们公司现在这样 可都是因为您流到的好呀 老板那段时间经常会送我一些 我根本用不到的小礼物 真的我看着都心疼 我说你就别乱花钱了 我挣点钱也不容易 我能理解老板那么紧张 因为那段时间正好赶上了 董宇辉和于敏红的事 刚才他们跟我说董宇辉的时候 他跟我说是指上 这个公司钱都是他赚的 他还没赚到什么钱 干得还特别起劲 至上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点傻呀 我说你这说的是董宇辉吗 是我是肯定没法跟董宇辉比 但确实我们老板在所有人都心疼 董宇辉的时候 他跟于敏红共情了 在那跟我说至上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那段时间我们老板对我就更好了 感觉我们公司马上要推出一个新的项目 叫与胜同行 我没事还得在那安慰他 我说老板你也别紧张 对吧 咱们公司又不带货 你这个货我也带不动 你又不是海天有机酱油 三方有机的全场可追市 健康又美贿 这货多好蛋呀 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叫托口秀和他的朋友们 他在我看来就叫托口秀甄选 目的就是为了去胜化 朋友们你知道吗 我其实挺紧张的 因为我读过历史 我这种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就是贡献越大 结局越差 我的前辈们 韩信 敖拜 年更苗 我现在也在公司做到了牛马的天花板 公司首席牛马官 谁牛马欧 真的 我能想到的结局可能都是啥 公司跟我说是智慎 你最近也挺红的 公司再赏你一瓶贺顶红嘛 所以你也别担心 公司里啊 跟你关系好的那几个 每人一瓶 让他们赶紧 与生同行 谢谢大家 我智慎 大家好 我是智慎 才两天 咱们这个节目官宣演员的时候 下面还有评论 说怎么看着脱口秀还有徐志胜啊 能不能别请这些综艺咖来了 让脱口秀独美 不是怎么大家都把我忘了吗 我是脱口秀绝美啊 才是一家人呀 回来认真认真写稿 还把稿给忽兰哥看 忽兰哥说 这也没你在外边唱歌好笑呀 真的 我在外边干点啥丢人的事 他们都觉得好笑 就我丢人了都不用看微博 他们自动就给我发截屏 发过来了 就是好事从来没人给我发 猜我不喜欢 我说你们别老盯着我这些事看 他说也不是我们想看 系统推荐的才我喜欢 给我发消息最多的那次 就是我跟着刘公宏跳操的那次 在那时候是跟着公宏哥去新疆跳操 天然痒吧 我跳了三分钟缺氧了 我还在那问了 我说咱几点结束呀 跟宏哥说天黑就结束 我以为是八点 谁知道新疆十点天才黑呀 但我确实八点就看见星星了 我还在那里跳蛇舞 真的跳蛇舞 我跳蛇舞就是一个扭曲呀 我都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毒 但你也很难打到我 因为你根本找不到我的七寸 真的当时跳崩溃了 跳崩溃了 最后我在那里跳这个本草纲目的时候 我都绝望了 我都听着那个歌词 如果华佗在世 我说那我也很难被一致 回来写稿压力确实大 都失眠了 都失眠 躺藏 睡不着觉 我都生气 我就特别怀念 上大学的时候 老师不让睡都能睡着 那时候上午第一节课 前十分钟吃个包子 倒头就睡 老师都急了 说这不刚醒吗 而且上的课越难 你睡得越香 高速课永远是睡得最香的 起来一看 下节课量子无理 说今天应该能进入深度睡眠 有时候赶上课头 白天我就把八个小时睡满了 那个时候都得极力控制自己 不让自己睡 都不让自己睡 在那瞪着个眼 最后都开始翻白眼了 老师都紧张了 说我这是选修课 你可别真修课呀 就是最后都控制不了了 都控制不了了 那都不直接睡 说我闭上眼 听会儿 在正看眼的时候都懵了 说这怎么周围同学 我都不认识了 我当时又在那儿 听不懂 走不了 还睡不着了 还睡不着了 还去看中医了 还去看中医了 当时给人家说 失眠 约好第二天十点半 结果第二天睡过头了 睡了十个半小时 起来都懵了 说这中医是厉害 约个时间给我治好了 去了那儿还给我把脉 就能给我把脉 说你这平时 是不是能给人提供情绪价值 我说 你这是什么脉相看出来的 他说不是 我看过你中医 跟我说说 你生活是不是平常比较压抑 我说你这也是中医上看的 他说不是 这是弹幕发的 关键上他还脑在那儿 给我打听 脑在那儿给我打听 说广志咋样呀 忽兰咋样呀 把我都问及了 我说 你这到底是给我把的什么卖 我的人卖吗 太暴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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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把他说不好意思了 开始问我 开始在那儿问我 说 问点正经的 他说你平常喝酒吗 我说 偶尔喝 他说 那你都是跟谁喝 我最后还查出来问题了 查出来问题了 查出来高血压 查出来高血压 我真的 我从来没想过 我自己有高血压 虽然我平时 确实会经常感到到眩晕 但我一直觉得 那时候我飘了 就是医生当时都不敢相信 在那儿给我量完血压 说你165 我说啥呀 我171.6 这场单得了高血压 还有一个少事 我现在觉得 我的抗压能力 变得特别强 就是我现在 无论外加的压力 有多大 我都知道 我体内有165的高血压 给它对冲 就现在怎么说呢 我面对压力 特别有冲劲 谢谢大家 我是志胜 要得赶到190 把我手接不住 哈喽 朋友们 我是志胜 这人替谁敢挑战呀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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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之前确实一直在跨界嘛 是因为脱口秀 有一段时间 确实没什么火 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 自称 你在外边好好发展 你要相信 脱口秀一定会好的 我就在外边 开始接综艺 演电视 甚至当上的男一号 就说脱口秀会不会好 我是不知道 我是越来越好了呀 脱口秀再不好呀 我可能马上又拿 激激奖了 领奖词我都想好了 就是我的成功 离不开脱口秀的离开 确实去年很多人都说 我最大的突破 就是挤进了演艺圈 现在给大家说一声 又被挤出来了 因为演戏真的太难了 我在演戏之前 特意还抱了个伴儿 老师让我演了一下 说根据我演的 确定教科内容 演完之后 老师都沉默了 说自称 咱们接下来 可能主要学的内容 是如何面对 网友的恶评 真的不会演戏 就会演脱口秀 刚开始演戏的时候呀 台词但凡长一点 我这个手啊 不自觉地就举到这儿了 也不看对手演员了 开始找观众 导演都急了 在那儿说咔 我在那儿谢谢大家 我是至少 演戏还得贴合角色 我当时演青鱼年的时候呀 我当演青鱼年的时候 大家都很担心 就害怕我演范贤 说我容易把范贤 演成贤范 还有人把我的海报 给披了一下 披成徐志胜 饰演范贤 下面还有人在那儿问 说这是什么版本的 青鱼年呀 说这是打算 在越南上演的青鱼年 最可怕的是第一集 范贤还死了 大家真的担心了 说第二集 范贤不会变成徐志胜 走出来了吧 当时去演的时候 导演还跟我说 志胜这是大场面 500个群演 我当时都担心了 我说我这能压得住吗 去了发现 我是五百分之一 在那演个书词 真的 总共就七句台词 在那 小贩大人 小贩大人来了 这就两句了 就这网友还吐藏了 说一个江南小丽 一口的三斗口音 我在那也委屈呀 我说我们三斗人 在哪不考公务员呀 我快出来的时候 弹幕也多了 全是前方高能 注意避险 我出来的时候弹幕更多了 把我的脸全给挡住了 演完庆余年 我就去演南一号了 大家更不理解了 说腾讯你是真恶了 甚至都开始有人传了 说我是腾讯太子 大家真的别乱传 父王会不开心的 就别人在那演戏 都是什么完了 演员和导演被资本绑架了 我在那演戏都是完了 资本被徐志成绑架了 真的我也能理解 没这样的男一号是吧 当时我们是在一个村里拍戏 一个大妈非得抽过来看 还有人拦着不上看 大妈急了 一直我说他是哪个车的 他怎么能看 演戏也是 演戏也是 我在那刚演完一场 在那休息了 一个群演大哥抽过来说 兄弟啊 没想到你台车还挺多的 男一号 男一号还要给我找替身 朋友们 找替身 我找替身 不容易啊 导演还把照片给人家 说你就按这个找 人家在那说 这个在我们这儿就是替身 这个剧马上也要播了 网友都表示 害怕 怕自己想看 所以回来讲投球 真的是很开心 但就有一点不太习惯 就是讲完之后 没人喊咖 实在是不知道该不该结束 谢谢大家 我是志胜 谢谢 很开心 来到咱们轻轻松松 喜剧节啊 但其实啊 我真的不是很轻松 最近一直在忙着拍戏 也是没想到 踏出脱口圈之后 踏进的竟然是影视圈 踏进影视圈 一抬头发现怎么 肉食动物和铜沫男也在呢 真的 当时我都懵了 我说肉食动物就算了 怎么铜沫男又来了 大家可能也听说了 这次确实演难一号了 真的 这个角色当时找我的时候呀 我也很诧异 我说我也不会演戏呀 导演说 这次没事 这个角色特别贴合你 这个角色他不好看 我说然后呢 他说这还不够吗 而且当时只公布了难一号 是因为女主角实在是太难找了 导演都懵了 怎么一听和志胜他 都找到工作了 甚至还有女主角找关系 说我能不能不演 说只要不让我们演 我们可以代之不尽主 我心想这种情况不应该呀 因为我之前参加桃花雾的时候 不有好多人都说我是理想型男友吗 真的就说我能提供情绪价值 最开始我看到别人说我是理想型的时候 我也是很梦的 你要知道以前的理想型 就是万千少女的理想型 那个都是刘德华 林志颖 现在 徐志胜 你就感觉万千少女 他想着想着 他想不开了 就是如果有人跟你说他的理想型是刘德华 你会感觉他痴心妄想 如果有人跟你说他的理想型是徐志胜 你感觉他受过伤 其他的理想型男友 帅气型的 冷酷型的 我这种秋裤型的 就是穿着出去丢人 不穿又冷 我一直觉得 只有一种人会把我当成理想型男友 就是那种想找个老实人嫁了的 我说怎么现在娱乐圈就我一个人看着老实吗 最开心的 这个事最开心的就是我女朋友 什么也没干 自己的男朋友突然变成了理想型 还给我发信息说 没想到你还是个养成系男友 这你也要理解 因为我女朋友也没想到 大家对她的态度会突然由同情 变成了羡慕 就以前大家见我女朋友问的都是说 你真的就这么喜欢她的才华吗 现在大家再见我女朋友问的都是说 你是怎么一下子就发现她身上有这么多才华的 我女朋友她说 当时就看着她就琢磨 说这个人 他总得有点啥吧 而且还有一件事特别让我震惊 特别让我震惊 就是我点开那些说我是理想型男友的评论 我发现很多都是男的 都说男的在那说 自身这是我的理想型男友 当时我很震惊 我说我应该不是这个赛道的 后来 后来我就想 我就想只有可能有一种解释 就是这个 可能就是男人给女人做的一个局 通过我来实现理想型男友的通货膨胀 做空男友市场 最终实现女性的集体消费降级 真的就是你想想 如果你把我真的当成理想型 扭头再看看自己的男朋友 是不是突然就顺眼了很多 徐志诚 男人最好的一美 而且啊 我仔细去看了一些关于女生的评论 也很含蓄 委婉 说的都是说 哇 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也有自身这样的灵魂呀 好喜欢自身这样的内在呀 就大家发现了没有 就大家只想要我的灵魂 没人想要我的身体呀 我说这个不会就是大家说的纯爱了吧 好吧 讲到这里 大家 有种来到演唱会的感觉 大家应该能看得出了啊 今年的造型和去年有些不一样了 今年把刘海剪了 给大家讲讲为啥吧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去年这个刘海它太火了 就它已经火到有点功高盖主了 就去年大家看到我 它的目光就会停留在我脸的右上方 直勾勾地盯着我的刘海看 表情是那种专注且满足 仿佛在我的刘海上看到了日出 真的有一次我这个刘海不太明显 我去参加一个活动 这个主办方当时就不高兴了 郭叔叔自身啊 你刘海不在 我们也没必要让你来呀 真的 就是我可以不去 但刘海必须来 就在主办方眼里就是 哎呀 挺好的一个刘海 怎么还长了个人呀 哎呀 今年没了就想着把刘海剪掉嘛 就好好斜断着 好好再进步一下 结果没想到我剪完头发 同事看到 我说自身怎么感觉 你比之前还好笑 你现在特别像一个民国的车夫 骆驼圣子 我今年回老家嘛 回老家也有很多人 过去找我合影吧 大家应该都知道 真的就当时已经有多少人 就连初中欺负过我的人 都去找我合影了 就当时真的很尴尬 我也没想到 他还主动破屏说自身 你不会连我也忘了吧 所以我出门的时候 可没少找你要钱呀 因为我出门的时候 那个时候离家远 我是在外面住房住 那段时间就经常会有一些 高年级同学过来找我要保护费 要完保护费之后呢 就开始打我 就当时我都懵了 我说大哥你倒是保护我呀 而且他们第一次找我要钱 把我拉到一个很黑的角落里 让我面对着墙 然后他们就在我身后 问我说兄弟你有钱吗 我说有 他说你有多少 我说你要多少 他说你又说 你现在身上有多少 我说两块五 他说行 就当时我就知道 我说多了 那两块应该就行 而且他这时候问旁边一个人 说你有钱吗 他说没有 走吧 我说你们这么讲道理的吗 但是后来就越来越不讲道理了 就是甚至他们后来 开始欺负我的时候 都不给我一个理由 我有一次在被打之前 他们还指着我说了一句 说今天这个事啊 和你没关系 后来我才知道 我那天被欺负 是因为他们其中一个人失恋了 打我散散心 那也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因为爱情而受伤 但当时我不知道他失恋呀 就是很奇怪 就是一个人 他在打你的时候 他泪流满面 而且他在打着打着 突然对着我 喊出来一句说 你为什么要抛弃我 一句话把我喊懵了 我说你们这个的占有欲这么强吗 怎么这是我给别人三块钱的故事 让你知道了 真的很难 但是后来就有人问我说 自身啊 在那么艰难的时候 你是怎么过来的 其实我当时就相信了一句话 就是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业 必先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就你这么一想 心态也都不一样了 他们没打我一下 那都是给我未来的世界 天砖加瓦呀 就有时候打着打着 都把我打骄傲了 就是放现在 我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 我都得唱一句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 但后来我就想明白了 我就说这个不好的东西 你无论怎么合理化 它都不会变得合理 所以我后来就去找了我妈 所以说在这里给大家说 如果真有孩子在经历这些 还是要告诉家长 就我妈就找了我的班主任 就很快就帮我把事情解决了 然后我才意识到 这个天将将大任 这个大任指的是我的班主任呀 所以遇到这个事 大家千万不要想着做公用的 也可以找到妈妈 老师 警察他的帮助 他们就是你的正义联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是至圣 最近经常会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说至圣 你为什么总是看起来这么快乐 我说可能就是因为我笑起来 特别夸张嘛 我这样都只是我在微笑 就是我在那站着不动 都会有人过来问我 我说至圣你在这儿热啥了 我真的就是傻了 因为我小时候家庭条件也不好 我家是22岁才装着空调 夏天真的很热 你也没什么办法 你去游泳水深 在外面火热 有一次给几个伙伴在外边 热得受不了了 我就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我说这么热 咱们不如就跑起来 跑起来就有风 有风不就凉快了吗 真的 大家听了可兴奋了 跑得可快了 跑起来是真凉快 但停下来是真热呀 所以就得一直跑 有个小孩都热懵了 给我说说至圣 我头疼 我是不是中暑了 我说不 你应该是着凉了 我一直以为 我们越跑越热 是因为跑得还不够快 直到上了高中 我才明白 这个动能转化的风能 它就是要产生热的呀 越跑越凉 它都不符合能量守核定律 一旦听说之后 跟我说说至圣啊 你就是傻 你就应该在那别动 让别人围着你跑 真的我听完 我说还是你见过电风扇啊 能想出来这么缺德的主意啊 我在仔细想了想 我说这不就是 我给他打工的现状吗 我们努力奔跑 李旦生活美好 我们跑了五年 李旦狂狂数钱 我们跑得拼了命 李旦说今天晚上喝得不尽兴啊 关键是他还在那儿 跑得快地拍个灯 跑不动地换个人 这是什么能量守核 把我们的动能 全转化成他的无能 有人就问说 至圣你们老这么跑 身体受得了吗 我说没事 幸好我们有 经典超绿牛奶 六克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喝完还能接着跑 但我还是挺珍惜的 我这个普通话 能念商务 已经很不容易了 真的 就给大家聊聊我的普通话 就我这个普通话 这么不好 要追溯到我的小学 因为我的小学运营老师 他不是正规的 师范学校毕业 他是在我们小学毕业 然后就留校任教了 所以他自己 也没有学过拼音 他教我们拼音 全是靠着自己的理解教 他在教我们 这个平翘舌的时候 就是这个 支持师和支持师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说 来来来 同学们 同学们 我们今天啊 来学习一下这个 巧摄影 学习这个巧摄影啊 你首先要把这个 石头卷起来 就把这个石头 卷起来 才能发这个 巧摄影 而且我们老师 他只要把石头 卷起来 轻易就不会放下了 真的 我虽然普通话不好 但我大学 是辩论队的 那个时候 每个 就是在学院里嘛 当时是每个班 都要组一个辩论队 最少四个人 我班报名三个人 班长应要我去参加 我说你疯了 我这么说话 你们都听不清楚 还辩论了 他说对啊 这时候你想 我们听不清楚 是不是对方也听不清楚 然后我当时 第一次辩论 我是二变 普通话 贼不好 但我声音贼大 气势贼足 就给对方一种感觉 就是他说的 好像很有道理 但就是听不清 他说了啥 你的对方二变 只能站起来 说对方二变 请你站起来 再说一遍 我说二变 我是二变 不说一遍 真的我很怀念 以前没有空调 说着不标准 普通话的日子 现在的日子 我也很珍惜 真的快乐 其实真的很简单 但普通话太难了 谢谢大家 哎呀 哥哥对不起了 哎呀 真的啊 去年啊 我最火的两个梗 一个是刘海 一个就是陆寒 今年刘海没了 陆寒来了 所以我今天 我就想问问 吴语陆寒 俗美 真的啊 就是称陆寒 快乐不止五分钟啊 现在很多人都好奇 说至少你每天都这么开心 能搞好喜剧吗 不都说喜剧的那盒 是悲剧吗 我说我也没搞过 喜剧的那盒呀 我这天天就整喜剧的外壳了 无和喜剧 真的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 纯粹的快乐 这种就是小时候那种快乐 因为当时和一群小孩 天天就在那里 想当盖世英雄 看完《射调英雄传》 所有人都觉得 自己是郭靖 都要打起来 最后我没办法 我说你们要都当郭靖 那我当黄荣 然后就没人想当郭靖了 都在那当黄老邪 我当时还想着练武功 我当时的理念很简单 就是先练挨打 再练打人 练了三天金钟罩铁布山 感觉练成了 出门就找人打我 大家也很激动 都想来试一试 结果一巴掌打过来 我就发现我没练成 大家也发现我没练成 就虽然我一直没喊疼 但是大家都看出来 我都被打肿了 天天一群小孩 没谁还在那里划山轮延 在那各种奇怪的组合 打架的时候 杨过非得牵着他家狗 说这是他的雕 但关键是 他一手牵着狗 就没有手打架了呀 而且那个时候 武林好几的招式虽然很多 但是最厉害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这个 真的就是这个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摆出来这个 你就感觉有一股真气就出来了 它虽然很厉害 但是你只要这样 你把它挡住了 真的 为了体验那种 硬性屁干 我前一段时间 还去射箭了 但我发现一个事 就是我没办法 单独闭上我的左眼 就直面同时都梦了 说自身你整天拍马屁 但人还挺正直 没办法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然后射箭管大哥 就给我弄了一个窗口贴 站在我的左眼上 就是不知道的 看我第一眼 说这个人刚刚是中箭了嘛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 我怎么能受伤了 我连给我金钟罩 铁布山呀 而且这个大哥 还在那教我说射箭 讲究的就是一个文尊狠 然后我一下子又直接射中了 人家的监控 大哥不平静了 说你这个箭射的也不稳 也不准 但是真狠呀 第一次见人来店里 先干掉监控的 你这适合干劫匪呀 但是射箭管的老板 还是很贴心 第二次去 就直接给我整了个 黑色的单个眼罩 真的就我戴上那个眼罩 手里还拿着把弓箭 就你看见都害怕 说现在这个店里 可是连个监控都没有呀 真的 我小时候在武侠里 看见到一些长得不好看的 话还特别多 还喜欢搞笑 射箭还得戴眼罩的 我都会感觉 这个人应该活不过下一集 但现在大家看到 这种长得不好看 话还特别多 还喜欢搞笑的 你也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这就是最后一集 真的像我这种 画贼刀的角色 靠嘴来杀伤的好处 就是每天只需要随身携带 云南白药 口腔修护寒素液 搭配活性态牙膏 帮助修复口腔黏膜损伤 虽然武功不是很高 但嘴皮只是真丽细 就虽然我成为不了大鞋 但是我却成为了脱口路寒 所以你也说不上 哪一个更快乐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盛儿 真的就现在 我的微博下边 除了绝美就是老公 你知道吗 现在还有人在老公的评论下边说 你真勇敢 我都喊不出口 但是最近大家都说 说许致上脱口秀没什么思考 对于这个问题 我很认真的思考了一下 我发现 诶 我就是不会思考 而且我现在认的是 一般都是睡觉前才思考 不睡觉不思考 一思考就睡不着觉 真的我现在都是 得努力睡会儿觉 玩会儿手机 玩会儿手机 再去努力睡会儿觉 我都生气了 我说这怎么睡个觉 还开始摸鱼了 真的 就有时候 你在睡觉之前 刷短视频 真的很容易焦虑 有时候本身就睡不着 刷着刷着 刷到了谷爱玲的视频 说他一天 最少要睡十个小时 是真有点急了 说事业没人家成功 怎么睡觉 还睡不过人家 真的越想越沮丧 最后都得硬劝自己 说没事 你想想谷爱玲 工作的地方 那可都是下坡路呀 我看上去就不是太会思考的样子 就大学的时候 文语委员在那统计节目 问别的同学 同学你会唱歌吗 同学你会跳舞吗 到我这儿 同学你会演小品吗 演了四年小品 最后毕业晚会的时候 老师很兴奋 说志圣快来吧 这里有个角色 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去了一看 让我演个太监 我在那里有点抗拒 老师也看出来说 志圣实在不行 你先演演皇上 但是我发现 我在那儿演皇上的时候 脑子里又老有一个想法 我说旁边这个太监 他到底会不会演呀 因为旁边那个太监 他满脸大胡子 我说这是怎么进的功呀 这是溜进功的吧 一个太监 让他演得声音洪亮 眼神青涩 关键还一身正气 我这个皇上在旁边 显得那就一个卑躬屈膝呀 我说你要实在不会演 咱家就教教你 后来我们就换回了 老师可是太开心了 说这一下子就全对了 皇上有了皇上的样子 太监也有了太监该有的样子 我就感觉我之所以显得 背功屈膝啊 就是我因为我驼背 头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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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还为了改变这个习惯 我还想着去练瑜伽 把气质提上去 我发现练瑜伽 最痛苦的都不是练 而是瑜伽老师 让我穿了个瑜伽裤 真的是又黑又紧身 我当时看到地上 我说我穿这个 会不会有些太性感了呀 然后他跟我说你穿上练 舒服 但是我发现我穿上之后 瑜伽老师看我的目光 一下子就开始闪躲起来了 瑜伽老师整不舒服了 在那里跟我说 说这事其实不穿瑜伽裤 也可以的 就当时老师的目光 既没办法盯着我的脸看 也没办法盯着我的腿看 当时我就感觉 我这还得去头去尾 可是呀 我这还真是一个 瑜伽男孩 而且上课的时候 第一届课 老师在那里教我站立 我说老师 咱这个课挺贵的 咱就别教这么基础的了吧 老师说行 咱们接下来学呼吸 我都疯了 我说我总看那个表情包 跟上团队 赚钱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我说这个团队 说的是你们团队呀 但是我就发现 这个花钱学的呼吸 跟平常的呼吸 真的不一样 我当时每呼吸一下 都心疼 而且真的 我在那儿练瑜伽的时候 真的特别努力 随着轻柔的音乐 动作越来越吃力 表情越来越正硬 老师说 你这怎么光表情用力呀 你来我这儿练脸来了 真的就和大家练了一节课 老师就跟我说说是至圣 可能你不能给大家一起上了 你要单独辅导 跟我说这个人心是向外的 常受外界的干扰 容易紊乱不安 我说没事老师 我可以克服 他说至圣 你就是那个外界的干扰 你再穿个瑜伽裤 那是宇宙级别的干扰 但是我发现真的 就是最好的方式 真的不是瑜伽头本 我回家之后 我跟我妈说 我说我靠瑜伽 脚子头本 我妈三秒钟 我只好说 在此了 好了 表达理由大家 今天的主题啊 退网吧 退网 真的 大家先别退 因为我这高红呀 前段时间我还去演了独行乐球 所以我现在也是29亿票房先生了 所以今天比赛 我可能不是票数最高的 但一定是票房最高的 而且我在那个电影里的表现 怎么说呢 就是你一秒都不能错过 因为总共就三秒 就这大家周围的人还很羡慕 跟我说是至少 你跟沈腾老师合作开心吗 我说我都没见过沈腾呀 就拍这个电影 我都没落着去片场呀 就是一个人在我们公司 拿这个摄像机 对着我拍了三分钟 给我说 说恭喜徐老师杀青了 我都懵了 我说你这是拍电影了 还是拍短视频了 结果电影一上映 我说这怎么比短视频还短 而且这三秒还上了热搜 徐志胜在独行乐球上 讲脱口秀 十条都快比我的台词长了 关键是还有人在那夸了 说虽然只看了一个片段 但至少的演技疯神了 我都懵了 怎么都疯神了 我还没来得及演呢 现在网上真是什么都敢夸 我现在只要在网上 发一些我穿好看衣服的照片 下面的评论全都是 至胜大帅哥 太帅了 至胜绝美 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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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是你们都把我夸恍惚了 真的 就有时候我都忍不住去问我经纪的 我说姐 我最近是不是变得有点太好看了 真的 我就想听点真心话 我今天跟我说说这事没有 你就是华众取宠 大家都爱看小丑 我说行了 姐 我清醒了 这个真心话是真难听呀 我当时我都想在我下边都是大摔根了 那些爱豆下边还能有什么形容词 然后我就去看了 我就发现真的没有形容词 全是老公 老公 老公 用名词表形容呀 我当时就只剩下一个底线 我就去看了看广志的评论 发现也全是老公 甚至还有几个宝贝 我都梦了 我说我现在不会是全网最后一个大帅哥了吧 而且啊 而且大家真的是 就是在网上这么夸我 我特别的不习惯 因为拍马屁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呀 而且大家现在在网上这么夸 真的就把马屁都拍得通货膨胀了 就我身边同事都说 我现在夸得没网上好听 就关键网上喊的那些 我也说不出口呀 就以前啊 大家都说我拍马屁是讨好型人渴 现在大家都说我拍马屁是费力不讨好型人渴 但是夸人总比去吵架好 现在大家网上到处都在吵架 就我最近特别喜欢看修驴蹄的视频 就是把不好看的驴蹄和坏了的驴蹄修好嘛 对吧 真的就这在下边大家都在吵架 有说修驴蹄疼心疼驴的 有说修驴蹄不疼的 还有在那劝架说驴蹄肯定不疼 因为这修的是马蹄的 最让我生气的就是下边这个一个夸奖的评论 说这个驴蹄修完之后这是绝美呀 我当中梦了这是个驴蹄呀 它怎么也绝美 它最多是脚美呀 真的我有时候挺羡慕这个驴的 有时候真的挺羡慕驴 因为它不会上网 就这些评价 它也听不到 你夸我也好 骂我也好 爱说啥说啥 反正我的驴蹄 是扎扎实实的变好了 至于你要 非要问我的驴蹄 当时是怎么受伤的 可能就是踢了一些 不该踢的脑袋吧 谢谢大家我是志胜 谢谢大家我是志胜 最近我老出去录节目 真的很受挫 因为唱歌 跳舞 各种乐器 我也都不会 那逼得节目都急了 志胜 你除了脱口袖 我还会啥 你看人家其他节目 都各种声光电 在台上多耀眼 我说你要是想要 声光电的话 我还会电汉 我这个节目 比他们耀眼多了 你都睁不开眼 我从小学电汉 是因为我爸 想通过这个事 反向鼓励我好好学习 结果没想到 我天赋这么强 十岁就会焊铁锹了 村里都轰弄了 都出去传 说我们哪 出了个电汉神童 真的都有人来看我焊铁锹 看完还夸朗 说这孩子 还真是个吃苦的好苗子 然后我自从学会干电汉之后 我爸就老让我帮他干活 暑假 寒假 周末 边干活边说我 说你不好学习 就只能干这个 我说爸 我想好好学习 我没时间呀 而且也没时间学才艺 整天干电汉 就过年的时候我表哥在那里表演双结棍 把我气得呀 偷偷地把他的双结棍焊成了棍 我是没想到这个跪打人也这么疼呀 我在娱乐圈就一直没有找到电汉的用武之地 因为现在的节目都是什么蒙面歌王 蒙面舞王 我就不明白了 你唱歌歌 跳个舞 你蒙面干啥呀 电汉才用蒙面呀 我能想到唯一的用处 就是你们的CP 避疫了 我能给他们汗上 所以我真的 我进入这一行 真的就误打误撞 我家里也不是按这个方向培养的呀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我是个真正的种地霸少年 就现在很多少年 真的不理解种地这个事 前段时间一个少年问我说 志生哥 你会打农药吗 他其实说的是王者荣耀 我哪知道 我说我会打 从小就打 他说你一般打什么位置 我说我打什么位置 主要取决于哪里有虫 他也听明白了 说原来你喜欢打野呀 而且回家 老家人也不理解我现在的生活 真的我过年回家跟我说 亲戚跟我说 说志生 在村里给你接了个火 去咱们村养鸡场直播 跟我说说你去养鸡场直播 啥也不用干 你就追着鸡跑 你让大家看看 咱这都是走地鸡 还说我给你说啊 这个直播间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叫成胜追鸡 我都疯了 我说你要是光追鸡的话 你是不是放条狗就行呀 除了在农村里养成这些技能之外 我在大学还学会了修电动车 因为我那个时候花二百八 买了一个电动车 就那个电动车破的呀 就是你给电 它不光往前走 它还一直在那抖 就你坐一会儿 你身子都麻 有一次一个女孩坐了一次 跟我说说至少 你这个电动车是不是漏电呀 真的我第一次坐电动车 晕车 哎呀真的关键是 这个电动车啊 它还老坏 就有时候骑到半路 它就坏了 我还得停下来修车 真的有时候修得吃乱了 路过的同学都惊讶 说这个同学到底什么专业的 他怎么也不学习光修车呀 真的所以《重力八少年》 这种节目真挺好的 我就希望以后能多出点这种节目 什么蒙面汉匠 拜托了电动车 养猪秀大会 我昨天是在节目上最闪耀的那个 谢谢大家 今年真的是有一些奇妙的经历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我们大学 让我回去做一个成功经验分享 我都梦了 我说我这个成功是不是太偶然了呀 老师你就往普遍来讲呀 你有讲讲咱们这个材料专业 是怎么在你成功道路上帮助你的 我当时想了想 我说我这个头发 确实在学咱们专业的时候掉的 就脱口远远真的没办法做这种分享 你想我去了说啥 我说同学们 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讲 因为你一走神就接不住梗了 老师还跟我说 你就讲讲努力才是你成功的关键 我说关键是 我也不是靠努力长成这样的呀 我真的 其实这些励志的东西 我考研的时候就特别喜欢 当时我考研的时候最火的一个视频 就是一个老师在那里 说你这个年纪你睡得着觉 就这个老师他是教啥的 我现在都不知道 但他让所有考研的人都睡不着觉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我热血沸腾 直接射成闹铃了 每隔五分钟老师就出来一声 你睡得着觉 你睡得着觉 老师喊了二十多次 我还睡得着觉 后来他只要一喊 我就把它按掉 最后就变成了 你睡 你睡 真的考研的时候 那时候要看那些教学视频 也是老师在里边 给你讲讲知识点 再立志一会儿 结果我就光调立志的部分看了 就立志半小时 学习十分钟 看完作题还是啥都不会 但浑身都是劲 热血沸腾的不会啊 有时候真的就这一颗的立志 都不够了 我有时候学数学的时候 得开英语立志 就我从中看见都懵了 说智圣 你是看不懂这个声音和考声音 这两个单词是吗 大学真的很热血 我还跟着我们班篮球队 去打篮球 真的当替补 就是其他人的身高 平均身高一米八八 我一米71.6 就我混在其中 就是看了之后 你说这个人 他在篮球上 一定有过人之处 看了一会儿 你就发现 我都不会过人 真的有一次 我们的中锋受伤了 他们让我上去防对面 一米91的中锋大哥 给我说这个战术 叫田济赛马 我都疯了 我说田济赛马 你是不是也得用 下等马去对上等马 你这那条驴子 能行吗 真的 那天你别说赛跑了 差点让上等马 把我踢死 大哥一个转身 把我夹 嘎到窝里了 我被夹着 我也不敢生气 就怕别人说我窝里横 我在那是真防守呀 他们打球还全是假动作 有一次我防守 我都没跟上 对方都走到南下了 都没人了 他做了个假动作 又把球投进了 我说你这不有病吗 这都没人 你做什么假动作 还得我在原地又跳了一下 真的 大学这些热学都没有什么热学 大学最热学的 还得是期末考试 三天学完一学 记得课热学 真的 本来时间就很珍贵了 经常找教材还花了半天 我肯定是临阵磨枪 找不到枪 真的 经常就是十张的内容 前两天 稳扎稳打 学了一张 最后一天 学了九张 最后考试 也是九死一生 这个时候你就看 学霸身边 就全是学渣在那里 嗷嗷待哺 人家学霸很负责 说这个在科研上很重要 你也急了 我不想知道重不重要 你就告诉我考不考 高等数学 你只学三天 量子力学 你也只有三天 关键的三天 还是同一个三天 真的 我可真行 高中牛顿力学 学了三年 量子力学 学了三天 三天是什么概念 我都没来得及 和量子纠缠 真的 所以我大学 真的是热血沸腾的 啥也没干成 就我也没有资格 去给大家分享啥 但是我就想 给喜欢我的大学生们 就录一个闹铃 就说你这个年纪 你看得下去 偷口秀 你看得下去 偷口秀 好不好 小春天 大家 加油 小春天 加油 好酷 好酷 哇哦 大家好 我是小昊 如果大家最近会去上海看线下开放麦的话 你会知道这帮脱修演员精神已经在发疯的边缘了 我不一样 我已经有点疯了 原因很简单 大家听听我这一季比赛的强度 第一轮 大小圈车轮战 第二轮 和忽兰哥PK 第三轮和前面好几场的一百九十几票的毛道PK 我现在觉得他们录的是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 我录的是披荆斩棘的哥哥 我崩了 我要是上次上海回来的高铁上有人告诉我比赛这个强度 那个行李架有个背带下来 我自己就把头穿过去了 我这期心态其实挺好的 我还专门学了化妆 今天装自己化的 我自己化的 第一期播完有观众很好说 浩哥你美妆博主这个赛道 人设一定要立住了 搞得我现在下楼丢垃圾都不敢素颜 但是学了美妆以后 我也发现了身边姐妹们更多美好的品质 前几天开发卖路上 看那个女孩子不小心扮了一脚 她旁边女生赶紧把她扶起来 拍拍灰 说亲爱的 你没有磕到吧 我磕到了 我就在想要是我不小心在路上扮了一脚 我旁边所有男生只会说 哟 给你爹拜年呢 是不是所有女生就是帮闺蜜解决困难 男生就是帮兄弟的困难 再上点强度啊 你想两个女孩子一起逛街买衣服 但凡其中一个试穿一件 有点嫌贵的 她马上就会向她闺蜜 试个眼色装傻 这是不是我的衣服呀 她闺蜜就一顿吐槽 你家有好几件差不多的了 两个人给电影演了一段慢财 我好羡慕这对慢财姐妹呀 但是我现在更羡慕慢财兄弟呀 我也想做过去呀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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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疯了 已经疯了 我也有兄弟 我也有兄弟 我的好兄弟陪我买衣服 我是穿着衣服 我冲着他眨眼睛 我眨着上下眼皮都快粘到一起了 他就说我喊句 你买呀 连电源都在旁边 对呀 先生你买呀 我感觉我对面站了两个电源 我还想学点女生的话术 点我哥们一下 我家是不是有一件 他你家绝对没有 小浩 你是不是嫌贵 我赶紧 我赶紧就使眼色 他补着到一次肯定后 他就自以为很慢地 冲着电源 便宜点 我赶紧把这件衣服买下来了 然后用同样的方式 劝他也买了一件 这就是男生 男生买个衣服 已经这么翻车了 男生给女朋友送生日礼物 买生日礼物 更加惨不忍睹 前年 我女朋友快过生日了 我很愁 我不知道应该送什么 我这个好哥们主动过来提建议 说浩哥 没有人能顶得住一根钓鱼竿 我说我要给我女朋友送钓鱼竿 他收到马上就扔了 他说那你要告诉我扔哪儿了 这就是男孩子 我后来想说 我悄悄去了解我女朋友的心愿 我再悄悄地帮她完成 我吃饭 我就漫不经心问她 我亲爱的 你今年有什么心愿吗 她说我今年想买房 我心里想 哎呀 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 其实我也想买 我也想买 但上海房价 大家也知道 我算过 我想在上海买房的话 哪怕遇到来钱最快的 我老家房子拆迁 我老家房子要拆迁20遍 其中一遍拆迁 我还得在房子里面 才够首付 关键除开首付 为了还按金 你至少要30年稳定的收入 我们这个行业稳定30年 我都不敢想 笑死个人 但我第二天 还是壮着胆子去看了 我心里想万一呢 万一呢 万一售楼部搞疯狂星期四呢 万一呢 我直接就问中介 什么房子最便宜 中介说哥 凶宅 给大家科普一下 他说什么凶宅啊 法拍房啊 顶楼啊 朝北的啊 都会便宜些 我说那有那种户型小一点的 顶楼朝北的法拍凶宅吗 别buff嘛 你想我要是在二手平台上面 刷到一条某某大鹅羽绒服的关键词是 二手 七成星 奥特莱斯 反季节 开线 高仿 里边还死过鹅 我绝对买啊 对吧 但坦白讲那天看完 其实有点焦虑 我一个做金融的朋友 还给我分析 说浩哥 其实你每个月花在 买房上面的支出 占到你月收入的 百分之三十 到四十 就是健康的 可以买 我说如果占到百分之一千三呢 我根本都笑了 百分之一千三 你在哪儿学的杠杆 然后他向我 他说哥你知不知道 你别老想着和你女朋友买房 在上海买房 你得交满五年的本地社保 你才有资格 你有那资格 我听完真的像范静重举一样激动 我没有资格 我没有资格 我不是不想买哦 我是没有资格 我那天开心地跑回家 但是一脸难受地打开门 冲着我女朋友 我说亲爱的 我去问过了我们 没有在上海买房的资格 他说我没有说想在上海买呀 然后他说了一个北京 我算了一下 我老家房子要拆迁三十遍 我一家三口都得在房子里面 我问你们家不是在北京有房子吗 为什么还要买 他妈妈在北京买这房子 他说亲爱的 我知道你是个很有骨气的男孩子 你绝对不会同意以后 跟我妈住在一起的 怎么说呢 你们有被人冤枉过吗 我为了让他懂我 我恨不得把家里的门拆下来 倒插在地上 表明我的心意啊 那段时间真的有点魔症了 我路过停车场 看到把人在那倒 倒倒 我的默奈 插门插门插门 当然这些都是自嘲嘛 还是要靠自己努力挣钱 我就拼命接演出 有时候真还挺累的 不光卖不动腿 有时候都卖不动票 当时就觉得要是能卖动就好了 我就喝口卖动 找回状态 卖动回来 感谢他帮我卖动腿 要是还能卖动动票 就更好了 前段时间也接了很多演出 一场演出讲了这套段子 下场之后 我的好哥们主持人胡逗逗 上场冲着全场观众说 贾浩可能还不了解 最新的购房政策 他现在有资格了 这就是兄弟替你上强度 所以最后我想拜托一下 全网所有中介老师 帮我留一套 顶楼朝北的法牌兄仔 谢谢 谢谢